和在看重播的各位觀眾,你們好 今天我們就和Selba Selba,先說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和Selba 討論這個 比較非技術上的 一樣 我覺得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選手的心理,尤其是 職場的時候,比賽的時候 你如何控制自己的 精神狀態,EQ 是非常重要的 而Selba 這方面應該很有經驗 經驗也是訓練回來的 你如何訓練自己的心理呢? 如何控制 例如手震 冷汗 頭痕 小動作 扭頭 爽扭頭 這方面 其實 有時候 怎樣說呢 有時候玩這個遊戲 你知道這個遊戲 其實那個 nature 都比較有趣的 因為它 是用一些比較弱的對手 去贏一個強的對手 因為它有太多RNG 等到不同的元素 有太多 所以 所以 發生些什麼 萬拳打四老師傅 其實很常見的 這些事情 都因為這樣 這個遊戲 特別有趣 我想它這麼常怕 很多時候那些成分都會 是 是的 就算是高手 都相對地 有時候壓力 尤其是對著 就是你打了Ranking 你打1800 然後 你看到你 1400 你先突然 你都可能要打保守一點 又或者你等等 但是這方面來講 我覺得 就是 這個遊戲 有一個概率的遊戲 就是那個 probability的遊戲 是 可能有些時刻 是不太順意的時候 是 請你蓋上那股機 那股機會斷線的 不是嗎 不是 就是之後 打贏輸完那一場 那你真的 冷靜一下 不是 你說起這件事 有一個很常見的情況 就是 尤其是打瑞士的時候 可能現在 Round Round 4 跟著就前面 就贏了兩場 輸了一場 跟著呢 輸了一場 就輸得 就是被人HAS 很厲害 就是原本在贏中 但是單純被人用運氣 逆轉回 通常這個時候 心情會很差的 通常這些心情差 很容易連帶 去Round 4 以我所知 連帶到下一場 絕對是 其實應該 你會有些什麼 如果當你在這種情況 你會怎樣去 重拾回心情 那樣呢 我簡直是洗腦 完全不想想 其實你贏好 輸好 我每一場比賽都要洗腦 洗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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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用 但是你贏了 可能贏得很漂亮 但是 你下一場還要比賽 你可以 這個時候 放下 既然 按道理 有補充 可以之後再打 但是你這一刻 你準備下一場比賽 其實你想回之前那場 完全是沒有意思的 如果有時候很印象深刻 你會怎樣 你剛才說 洗腦 你會怎樣洗腦呢? 真的去靠一下 冥想 加得到 冥想 未必的可能 吹一下水 那樣 但是 找辦法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出去轉個圈 我剛剛那次 在三環市 那次打完 打完Day1之後 我做完事情 我自己都會蠢 但是 三環市 那時候 溫度是十幾 十一十二度 很重 但是我決定 都是 我坐下艦車 離海的Sayin 那時候是完蛋1 或是甚麼呢? 完了Day1 剛剛完蛋1 就是想放鬆 Day1 沒理由 你Day1 得到好成績 就是好成績 就是要 你是另一個 εκchallenge 我覺得 完全放下 你之前做過的所有事情 就是 都是讓自己放鬆,準備好第二天 是啊,很多人都會經常罵 我被人失敗,計算出來的概率只剩下0% 很生氣,這樣輸人比賽 但是這個遊戲始終是個可能性 而我絕對相信這些概率是很公平的 即是你將這件事體化了? 我覺得你這次輸這麼多的概率 你有沒有想過你賺了很多東西,贏了 或者想著另一方面好些方便阿Q 你這次輸這麼多概率 之後總有機會給你補償 可以贏了很多不同的形勢 除了這件事,我都會反昇 因為隊伍的設計會不會有一些盲點 其實這些運氣因素都 其實有幾樣東西都頗受隊伍的設計影響 例如你整隊的速度比較慢 就少會被人欺負到的 因為整隊的優先度 就是你欺凶控制得好 或者你順風那些 總之在速度控制上好的對手 其實很少會被硬奔脅 我就會這樣想的 當然啦,你自然的速度 哪有細思有度犧牲了他的防禦等等等等 但有些東西取捨 但我個人覺得你在設定隊伍上 你儘量避免會發生這樣的事 你要有更好的遊戲計劃 即是六隻其實可以 六隻是一個幾何級數的不同的組合 其實有幾條 是一個優勢的方式 其實你要怎樣去導致你優勢的方式 那你就要去想一想 這個更加要詳細地說 這個Gran Pan的東西 以及這個優勢的情況 這兩樣東西其實我都差不多 但是有一點點分別 是啊,但是先說回心理的方面 其實就落到場了 你這隊伍不能改的了 你其實剛剛那場輸了也好 那你之後要跟同一個隊伍 你覺得有個心理有個陰影 其實有的當然 但是我覺得 不要太過介懷 你講這件事 其中一件事 其實我是很喜歡 用來打Bull 3的一種策略 就是 在某方面給到壓力對手 我就會 做一個更... 那時候對手 就是GAME1 我是剪押了對面的 那我GAME2 我就會 就是再把獨心 再升一級 例如我之前在新加坡 那場的Fanny 香港和新加坡的交流賽 那我第一場是 很多回合都獨中了他的心 然後我第二場 我是 做了一個非常誇張的play 就是 對面手發了雷雲 但是我的哥德在他面前 就直接開起空 嗯 都有這樣的打法 不過 我就比較好一點點 其實我就 我會 是當一個對手 是一個 一個mindset來看 就是 第一場 開始慢慢去摸索一下 究竟其實他的獨心的程度 去哪裡 或者是他 可能有時候 可能他做一些很明顯的事情 你基本上之後 你慢慢 那當然 你不可以說 一定賣死去做 那樣的事情 那當然有一個 最穩定的方法 去對付那樣 當你要差一些情緒 那時候 那時候就有關鍵一點點 可能就是你真的在決定 自從之前的打 那個人的那個感覺 已經開始抽獎一點點 他的感覺上 你覺得他會做什麼呢 那你就可以去做 嗯 那我們還是 還是集中一下 那時候講一下 有些離題 我們還是說回那個 心理控制的那個 題目 那其實呢 蕭包我想問 其實 有時候呢 我見很多人都會有 不同的 小動作 例如有人手震 剛剛講過的那些 之魚痴淚 摳頭 摳鼻光 那些 那其實你有沒有一些 其實這些我覺得是 其實他們開始是 有些實控 其實你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 讓自己可以控制到這些 這些代表 其實為什麼呢 我不是說要阻止這些行為 而是怎樣可以 避免他們那時候的壓力太多 即即場的時候 尤其是可能 你在做實況遊戲的時候 你吃光燈 有很多觀眾 我又覺得不要特別太過 說要阻止 我想你找個方法去釋放 你手上你還是控制不到的一些事情 其實我來說 可能會差筆記 看著筆記 我相對會平靜一些 即是你連螢幕都不想看 或者那些資訊已經停了 或者等著他出另一件事 或者等著他出另一件事 你去看這張屋子 可以再思考一下 可以做什麼 即是其實我 另一位Player 其實他的Block很有趣 我覺得有一句他很有趣 即是他的方法 即是不停地思考 即是他一緊張就會想很多東西 他的方法是他不停地思考 但當然是思考一些正面一點 和思考 在這個時刻 我需要做什麼 那個Player等等 而不是說思考一些 會不會被人搜尋 對的 是思考去做什麼 那你說B03來說 其實我也感覺有感 即是說香港的Player 這方面比較弱 即是在心理的控制上 即是在B03第三場 無論是心理 甚至乎是打的時候 如何控制的優勢 相對是比較弱 因為始終來說 香港的比賽全部 都在B01 平時上網打也是B01 是少一點 是啊 所以 B03這個我們可以 留在遲些說 B03那個調整策略 這個我都算 在香港來說 都算數一數二玩得好 我很喜歡打B03 不然你們可以 新加坡那些全部都是養一追二的 你很瘋 那我也是養一追二 你也是養一追二代 是啊 不過 心理上 我想到尾段 開頭和尾段比較緊張 尤其是B03第三場 即是B03第三場 三盤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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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說 在香港比賽來說 會在八強或之後的比賽 會實行 之前的話 會以B01 一局定勝負 其實也挺危險的 尤其是在今代 即是快結束的 VGC16來說 是一個挺不明的制度 因為太多運氣成份 和節奏太快 很容易就一只坐滿盤家落索 是啊 滿盤家落索 不過我想 每個人去冷靜的方法都不同 其實我 沒有可能 我自己的方法 可以套用到任何人 其實就需要自己去補索一下 即是 假設你現在去到B03 大家都在一個很尾段 很包剪的情況下 例如會不會連補 或者會不會保護 基本上就是一個獨心 就影響了 通常那些時候 是最緊張的 以我所知 那你要怎樣冷靜呢 如果你一不冷靜 其實是 反過來 你一冷靜到 其實你做到的MISPLAY會少很多 我覺得 是啊 始終這個遊戲 都是GAME OF MISTAKE 當然會少MISTAKE 是啊 那些叫什麼 當局者迷 這些 真的 這些 很容易發生當局者迷 你說那個MOMENT會怎樣做 是 即是你可能已經 心跳得很緊要 之神尚師不斷氣 你會怎樣冷靜呢 我想你本身 擺滋水在旁邊 類似的東西 或者你 可能小動作 即是 是 主動去做小動作 你當然沒有需要對手為唯一的大前提 打他 哈哈 人手拍落 那 主要是喝一口水 讓自己分心心 不要那麼緊張 分心又不好 其實你都是 喝一口水 其實就是 讓老少爭 停頓 可以 reset一下 之後 會怎樣做 那段時間 很短 45秒 你又要想怎樣打 你又緊張又 你已經想到過 你打算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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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 最後還有十幾二十秒 未實行事 喝一口水 好了 想一想 沒有問題才可以按 即是 盡量利用你自己所有的時間去做 包括 思考 放鬆 反應成 這個其實是 我來說 都算 我弱點來的 曾經 就是我按得很快 因為緊張 我也有很多場PC 特意針對這件事調整 我一定要在最後的 五、五、六秒才按 除非真的 可以很無段 很冷靜 否則我都會 因為之前那些太無段 變相其實有很多 錯誤 因為我個人很緊張 就是靠直覺 而我現在 我自從剛剛 近年新加坡 飛去之後 我多了小動作 都不是小動作的 我自己會拿 拿 那些 什麼 卡牌 等等 去遮掩著我自己的下方 明明就是在那裏 一五世界賽 那種關 拿著幾張遊戲王卡 不是啊 他去玩卡 但我不是 我是一張 硬的 拿回 一五 那張參賽 去蓋住下方 然後按著去讀 即是你不想被人看 即是你盡量不想被人踢 摸摸 之後 是啊 但你那一下 動一下動一下 其實 又看著自己的中間 感覺上好像舒服 有另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在實況時,尤其是在香港PC的時候,在任何情況都是 通常那時會有很多觀眾,一般來說很多觀眾就會很吵,很亂 尤其是在香港PC設備很差的時候,我們這些旁述更是一個非常大的擾亂 其實你會不會有什麼心得可以處理這些情況? 嗯,首先是我們那方面入籌,我和你要改進一下直播系統 現在改進了,我們現在是有那些耳機仔 耳機仔也不要緊,我可能要駁一條USB線,駁一間房間開 我想找的,但是你知道駁一段時間再討論,線太長了 當然了,但是你說,找你自己最喜歡的對戰音樂去打吧 為什麼我會問這個問題呢?因為我一直都對這件事很深刻的 就是你以前在,我想在今年年初你教我,應該是 就是在補習社那邊教的 你就叫我,你就說你平時就會把音樂教到最大聲的 還有會選擇一些,塞耳機那種耳機來打比賽 塞到那些,對,總之就是,耳機只能聽到遊戲聲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因為如果你教了太小的遊戲音樂 就會聽到很多雜音了,會被人影響到自己的判斷 可能剛好有個人大叫,說要冰光 其實那時候你的Bestplay是,可能始源波動 你會被他影響到,到時就會 那你很難控制所有觀眾都不出聲的 但我覺得Focus會比較重要 是呀,比較有趣的是世界級的比賽 因為有時候會有評述,而場中有些大喇叭 他們會做的事情就是會播一個耳機 耳機只是播一些下雨的聲音 這個好像那些,外國的廁所 是呀,類似特別是這樣的,聽說,不知道 下雨的聲音 但我就不清楚了,他們會這樣做 即使用這個方式去隔絕你跟外面有任何東西聽到有意 那我又想到另一個問題,要問蕭包你才分享到的東西 那你打過兩次世界賽,兩年 那其實我想,反過來來說,你第二次應該會 因為你去過第一次應該會,那個心態會控制得好些 那不如我們分享一下,你第一次去的時候 那時候有些甚麼心得,尤其是在壓力那邊 怎樣處理壓力那裡 你講一次,第一次還是第一次 第一次,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間 那之間是對於壓力處理的分別 你有經驗去過第一次,你第二次一定會好些 那你中間會做過甚麼調整呢 第一次呢,我打完都發覺自己 我投過幾回合都順利的,但是 就是在第三、第四回合的時候 就開始的情況,每方越來越下 我開始覺得,我開始越來越近 第一次呢,我開始越來越近 不知道為甚麼,就緊張了 做了很多的比賽都是錯的 當然另外,那時候那隊又發揮不到 另外我自己發揮不到的水準 那隊的設定上都比較差一點 有多少成是輸在心理控制得不好的方面 我想有一半那時候 有一半 那你始終是第一次打那場大賽 其實你更加強力的 有,但是 我想你贏了之後 控制的心態是更難過你輸了之後 反而是控制的心態 如果你很順利,你之後打下去 你可能停一場或兩場就投卡的話 那一場才是關鍵 沒錯,因為你 all or nothing 其實很容易就會 對自己的壓力增大了很多 反而投幾場 可能這個是沒事的 反而第二年打 反而呢 我就說不要看不開 沒有,沒有,沒有什麼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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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 أنا,沒有,緊緊 你看,有沒有,有沒有 我不是去打 但我的目標不是放棄我比賽的結果 而是放棄我每一場每一場的遊戲 究竟我是否能夠贏得到 我的焦點在每一場 即是我的雙眼點是 既然我現在這次是同台對面那位在打 那我就要盡量放所有的心機 即是你的思考等到這場比賽 很好啊 因為正路很多人都會把焦點 是這場要贏 下場要贏 很多時候就會分抜了 即是SWISS的話你打到尾二那一場 你稍微覺得下場會遇到什麼對手想 即是分抜了你那些RAM 自己的RAM 其實我這樣想反而沒有那麼大壓力 尤其是你去到all on offing的情況 即是那些回合數的時候 你繼續focus在那一場 而沒有想到贏了這場之後會怎樣 這樣反而更好 你明白嗎 是啊 其實我尤其是在 我想Day2的那一場 這件事更加明顯 就是其實我第四場 過五誇宅六象 你也是 輸給Aaron Trailer 但之後那場很快調整到 其實都直接打個2比0出來 Lockout了Hibiki 即是澳洲的Hibiki 一個都算在外國幾出名的玩家 是的 雖然是上Stream 不過我個人覺得就差一點 嗯 其實去到下年 這件事會比較看重 有一件事想問你 這件事我真的沒有經驗 就是你覺得打16的壓力大些 還是打15的壓力大些 只是說壓力 因為 只是說如果打15的話 你很多時候都是會 就是很多時候會有交流 有過招 就是你可能 你有些優勢 然後對面又拿回優勢 然後 就是拿來拿去拿去 然後才 才有一邊贏 就是 就是時間抹長一點 那個節奏 還有 互相反擊的機會都大些 反過來 一路就節奏很快 好 你可能真的死了都不知道什麼事 有事 一路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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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是比較技巧 是比較強一點 是的 是的 但一路來講 就有黑洞 miss 然後有 齒聯波洞 有 斷拿支鍵 miss 有太多這些 就是 真的 比較 難搞 因為我在想 就是會不會因為 即是 一七 那我節奏 100% 一定會比一六萬 很多 那到時 可能 你壓力重 那個 那個時間會長一點 因為 轉數長了 哦 你說 時間上 你說 長了壓力 收壓力的時間 我覺得 反過來 你的收壓力 那個 那個 frequency 小了 因為 始終 你沒有一個 一湯 就被人 那麽大的 那麽大的 那麽意思 那麽意思 是的 當然 一五一七 都自然 進去 不考慮的因素 那麽當然 那些不詳細講 但是 都有一句 那麽 找回自己一個 最適合的方法 去放鬆自己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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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麽 那麽 那麽 這麽 是 這麽 這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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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那麽 那麽 給你弄這些就贏了,其實對你自己有沒有得著?沒有 如果你真的遇到一個全球的比賽,例如你去到一個全球的比賽的時候 你遇到對面應該玩縮小的,那怎麼辦? 很多人都會生氣,你會怎樣看? 如果是你當場,你都會失控的 你會失控的 很容易令人失控的 我想我去到這個程度,都有點尊嚴 我會盡量保持自己 不要那麼失控,走出來都有點一代中師 一代中師,你的頭 另一件事想問,可能不是每個人都知道 蕭巴里有玩橋牌 橋牌其實都是心理戰的遊戲 有沒有那方面帶落到,在VGC用到的 尤其是在心理上的控制 我們可以這樣說 我們一晚7點到10點多 有個小比賽 你打一套牌,大概20個 其實你打完那副牌之後 你是有很多可能性的因素 你會發現,例如你打那條路線 剛剛跟你相反 但是那條路線的percentage 比你遠比你打那條路線低 就是讀錯心 不是讀錯心的 你只是打一個Optimo 但那些高牌不是這樣出現 但是還是有一句 打完那副牌就算了 洗腦了 然後保持一個Manner 我覺得那個Manner對你的心理有一點影響 其實 是不是很深奧呢? 在思考中 有些什麼可以分享呢? 就是 好像打麻雀一樣 打麻雀開心 其實我覺得 習慣都很重要 我個人覺得 就是習慣 習慣 因為我就是我的經驗 以前打PC,我是很誇張的 我是 一比神上線數一次擊 我就要去廁所 就是我以前 最初去打PC 我每個Switch之間 我可以去一次廁所 就是一天去五、六次 然後不斷瘋狂喝東西 因為要補充回水分 那些應該叫 理療數 Dioretics 就是不關神上線的事情 不關神上線的事情 就是 上年這個時候 到 這個情況 我減輕了很多 因為 經歷多了 自然 見慣世面 就習慣了 所以其實 要經常去 其實香港經常有PC賽 是一件好事 就是可以 讓大家熟悉一下 比賽的流程 或者當中的心態 另外補充 另外補充 就是有機會 飛去外國 打一些大小的比賽 都 不妨去投資一下 其實 去外國 不是為了搶分 你真的去拿一些其他地方 才有的經驗 經驗 經驗 有些是事實 你在家裏打 是拿不到的 有些經驗 你的場面又不同 語言又相對不通 你怎樣去保持 即那個壓力更大 你所說 我不可以說壓力更大 但是你會回來之後 你相對 看下去 香港的場 會鬆很多 會感覺放鬆一點 可能我去年也是這樣 因為我去完新加坡 之後就是這樣 還說認識多一些朋友 這件事很討厭 這個很重要 當然不關心理事 但是 都是對的 因為我都很建議 任何有問我 那些人 都建議認識多一些朋友 因為 一隻手掌拍不起 你建議 這麼多代的冠軍 好成績 其實 都不是靠自己 才拿到今天的成績 即 即 就算說情報量 你認識多一個人 都多一倍 是不是 不是 最重要的是 那時候 打世界賽 那時候 我 對完那時候 你馬上已經告訴我 對了他們 什麼 這件事 我想說 這件事很難的 我想說 剛好有兩個天才 剛好有這方面的兩個天才 我想香港不多 不如靠自己好一點 關心多一些高手的 Twitter Facebook Twitter 對 Twitter 我都建議各位 開放過 你不要希望別人追蹤你 但你可以追蹤世界各地 不同的高手 日文 英文 即使是不懂的語言 其實Twitter 這樣的字 都可以翻譯 除了看他們的廢話 之外 都可以看很多不同的報告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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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地區的 PC 等等 regional比賽的更新 都會告訴大家 其實這個 我一直都覺得 3GC 是一個 一種能力來的 即是 如果你分一些 能力級數 這是其中一項 在我眼中 其中 我經常在想 其實打3GC 除了下場打 還有一些 什麼元素 會影響到你 例如今天所說的 心理 那些 其實這件事 上網 基本上 應該找不到 搞好 叫你3GC 是怎樣調整自己的心理 情報量 其實其中一個 都算是一種能力 因為情報量 反過來 可能前幾天 德國National 用一隊 很神奇的隊 一個個都會用 但 第二天PC 你見到 你懵然不知 其實很虧 是吧 是啊 那我再補充 其實我打大賽的時候 是不吃東西的 為什麼要不吃東西呢 如果 如果香港 小軒的話 就會不停吃MMM的 就會增加自己的糖分 意思是不吃正餐 即使你 中間有個 Lunch Break 也好 還是不吃東西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你就沒有糖分 當然有小食 吃 我們要吃什麼 是呀 不會吃大的炭水發炎物餐 吃下肚子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你會去眼睡 因為吃東西 你會把血糖減少了 就是下腦的血糖 會下了個味道 好像是這樣 對阿 燒發炎 對阿 燒發炎 但是 我的做法就是 你吃完早餐之後 就 即是吃早餐 沒有吃Lunch 你真的說 對阿 我就熬到 五六點 當然很不健康 你吃不健康 不如認識少一點 也對,總之這是我的做法 大家評估一下風險 不要說我教一下 教一下別人,不用聽 我想今天的分享暫時可以理會 希望大家多拿一些經驗 比賽時不要緊張,影響到自己的表現 最重要是這樣 當你情緒控制得不好 會有錯誤的判定 一定是負面影響 控制得好,一定有正面影響 再次多謝Silva 陪我分享了這方面的經驗 很多個人的經歷 特別是世界賽的經歷 非常感謝Silva 這次直播在暫時你也到 下次見,拜拜 拜拜